发紧时间 应该要怎么做 请你指点一下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几几年数什么的 七十一年 你看啊 你现在有口吃 台长过一会儿 马上就叫你口吃会好很多 你们大家都做见证好了 是 现在我问你 你是七七年 七一年数什么的 一月的鸡 一月的鸡是吧 我看一下 你小时候受过惊吓 就是惊吓 是因为那时候成绩很不好 然后母亲会拿衣架 怎么在抽你 对因为数学不好 所以很害怕 好一点了吧 大家看到他讲话好一点了吧 是 谢谢台长 我告诉你 你呢 也不要太自卑 因为你呢 真的是上辈子呢 我看到呢 真的也不好意思 讲给你听 你能够这辈子 投人就不错了 因为你上辈子 是你们家族里边 一个狗 家犬 是 这辈子你 现在投人了 所以他照样 还是像过去一样 对你不好 听得懂吗 是 因为你母亲 过去被你咬过一次 所以你这辈子 有一次要还他 一定很大的债 也就是说你妈妈 有一次会非常的 重重地打你 恨你恨得不得了 甚至会把你打了 有点骨折啊 或者摔下来 怎么意思 有没有啊 有一次被打很凶了 因为成绩不好 谢谢 你是个好孩子 好好地修 明白了吗 是 还再来的 而且你母亲 根本不许你谈恋爱 你明白吗 你母亲啊 会吗 你试试看呢 你谈过没谈过啊 到现在都没有 好了 你妈妈同意你 会不跟你谈的 你没脑子 听得懂吗 你妈妈不喜欢 虽然她打你 或者对你怎么样 但是你妈妈 还是爱你的 你妈妈 所以她不会离开你的 她就是你的恋人 谢谢 你说说看 你妈妈喜欢你不了 她很疼爱我啊 哦嘞 很疼爱我嘞 那请问我 我那个念经的功课 请问应该怎么念 然后请问小房子要 你要记住啊 小弟啊 是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 你这个人昏睡太多 经常睡觉 明白吗 而且你的腿啊 年纪轻轻腿不好 腿知道吗 是 腿啊 腿会痛 发胀 明白吗 是 谢谢台长 那请问台长 你每天念心经四十九遍 大悲众二十一遍 礼佛念三遍 你看看你会不会好起来 连你口吃都会好起来的 明白了吗 是 啊 谢谢台长 你现在 我叫你不要口吃 你讲一句长一点的话 感谢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讲 感谢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谢谢 讲两句就要停下来了 感谢大慈大悲 听得懂吗 叫你讲就讲出来了 你现在开始看见你妈妈不要怕了 因为你 还债还得慢多了 明白了吗 从现在开始念经 你跟妈妈说 妈妈我天天帮你求 要妈妈身体健康 你妈妈永远不会打你了 没妈妈 那请问 我可以问一下 我妈妈的身体状况吗 大家听到了吗 讲话好了吧 你看 跟他妈妈是恋人的 妈妈跟儿子一般都是前世的恋人 所以妈妈生出的儿子 我告诉你就是舍不得 所以当儿子要娶媳妇的时候 妈妈觉得这个媳妇就是他的情人 情敌 所以妈妈恨得不得了 所以婆媳关系永远搞不好呀 就这个道理 所以妈妈一养儿子 儿子就麻烦了 你说什么 我想请问 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我母亲的身体状况 问一下你母亲的身体状况 只能讲几句了 你问的时间太久了 没时间了今天 好 谢谢 好吗 谢谢 你妈妈数什么的 几几年 我妈妈是1952年的龙 你妈妈 我告诉你腰不好 然后你妈妈头痛 经常头痛 明白了吗 是 请问 谢谢台长 那请问要怎样才能改善 也是要一直 给他念经啊 一直多念 一直多念 每天念经 保证好 你天天帮你妈妈念经 你妈妈越来越好 好 谢谢 好吧 想不想念啊 好 很好啊 谢谢 这孩子挺好的 挺老实的 好了 谢谢 投人生不容易 好了 下去吧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生难得 有时候能够投一个人 做一个人 不要轻易地自己乱来 我告诉你 一个人轻易乱来 人生就没了 结束了